您现在收看的是 忙碌的商务人士生活频道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赏美肉了 这个是北极熊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拉威雪莲 超级仙气的拉威雪莲 很大朵喔 而且它的粉霜很厚实喔 看这里还有一颗 很漂亮 这样 好我们接下来看其他的 我只能跟各位朋友们说实话 它这里的肉真的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去拍 所以我就只能找一些 就是在这众多肉群中 显眼的是什么 就是大群生 所以我只能从大群生中去 来 左手拍摄 好 这个是吉丘丽 我们来看一些特别的好 我们刚才看大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小的 转换一下视觉 不然视觉都太饱和了 这是梦幻玫瑰寒肉 然后这个是 KUSO 这里竟然称之了一个 这个是欧普琳娜 这是 红罗马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大河井 它的大河井的形态很漂亮喔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 这个是 银之铃 银之铃也是很会爆棚的喔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 三色性 塑料法师 这边就是法师啦 喔 法师现在开始已经 度下咯 休眠期了 但是 它这里的法师状态 也都还不错喔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喔 还是一样有颜色喔 是红红的 它叫赤鬼城 接下来看到这个 其实我可以说它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它是蓝鱼 蓝鱼的叶子啊 它比较肥一点点 蓝鱼的叶子啊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是单科大头的 什么呢 蓝色惊喜 哈哈哈哈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是硬币卡 它也满美的喔 它也是呈紫色的状态 然后 页圆会 框金鞭喔 也是很漂亮的一款肉喔 看上去蛮高贵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从这个肉视角 好 望过去 满满的肉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老乐 这个超五熊 它的超五熊好大颗啊 大单头的超五熊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 框金鞭的奇缘之五 老乐 它这里的老乐真的很漂亮 来到这个肉棚呢 你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喔 不管是你要买 土肉贵肉 还是年轻的肉 老的肉 在这里都可以 一网打进喔 一漏打进 好来你看一下 那这框金鞭的 奇缘之五 来各位朋友大家好 来到这 亚曼尼肉棚呢 什么没有 就是 大堆美肉 素大便是美 你看它的欧普琳娜的形态 都很漂亮喔 因为它的肉棚真的太大了 现在跟着我在影片前看 倒不如你们有空的时候 亲自来看 就可以感受说我 现场看到的感觉 因为太多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的这一区 这个是黑肉系列的 它是 谁勒 我感觉它应该是 黑王子 到时候我再问老板娘 我又被这 金鞭的奇缘之五闪到眼了 好 好现在看到的是 超大 单头 应该也不是单头 也是多头的 大的 红宝石 你看 我想若友们如果您真的有机会来这里啊 应该会很开心吧 而且真的来到郊外 这里应该算是郊外了 来到郊外走走 散散心 有助 身心 健康 而且看的又是肉 心情又能愉悦 对吧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来我们来看到了 很漂亮的努朵夫对不对 好 看 大单头呢 漂亮 努朵夫美的部分就是他会框金边 他的 背叶背面呢 是紫红色的 然后叶圆框金边 大家有看到金边了吧 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往下看 你看已经有出状态的路心达 他是已经黄菊 红 黄菊红色 的路心达 然后 粉红暗室 粉红暗室 粉红暗室也很漂亮哦 夜圆也是光粉红边 好 好 柏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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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颜色就是属于有点土金 土金色 呃或是那种駝色 駝金色好了 駝金色听起来比较高档 駝金色 好 那因为影片的长度呢 那我们这集 不是说这集啦 那这次来新竹这个亚曼妮肉棚呢 就跟大家先在这里告一段落咯 那就等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咯 好 因为真的 有太多的肉 可以拍了 但是一拍下去 时间上面可能会耗很多 那因为我来的时候时间也比较晚了 现在也快五点了 那我就 会打扰 老板娘他们可能要休息的时间 好 那若是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你帮我点点订阅按赞 谢谢 那很开心 这次第一次来到新竹这里 那也感谢亚曼妮老板娘 谢谢你 好 各位朋友们 拜拜